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而在古代 女人的地位相对不高 没办法继承家业 所以刘备到了荆州以后 万不得已收养了一个养子 用来延续刘家的香火 这个养子便是刘峰 当时的刘备已经是四十几岁了 在古代已是大龄 此时如果没有后人 会严重动摇将士们的军心 也就是在这种背景下 刘备收养了寇峰 并让其改名为刘峰 注意听这个改名的细节 吕布认董卓为义父 并没有改名 这说明吕布只是董卓的义子 是没有继承权的 但是寇峰直接改名为刘峰 他是刘备的养子 说明他是有继承权的 所以说从名义上来看 刘峰就是刘备的长子 在比较长的一段时间内 刘峰都是以刘备继承人的身份来培养的 直到建安十二年 刘备的亲儿子刘缠出生 虽然刘峰名义上是刘备的长子 但毕竟不是亲生的 古代比较看重血缘关系 所以刘缠成为了继承人 刘峰则被扔进了军中 开启了他的征战生涯 建安十九年 刘备击败刘彰 成功地进入了成都城内 成为了益州之主 为了拉拢益州本土的势力 刘备迎娶了无异的妹妹 并立起为皇后 向益州势力释放出善意 而后刘备又接连生下了刘勇 刘李两个儿子 史书对于这两人的母亲并未明确记载 不过本文认为 这两人的母亲应该也是益州女子 而刘备的目的就是以此来笼络益州派的人心 毕竟刘备算是外来势力 需要本土势力的支持 到此为止 刘备的四个儿子大家应该很清楚了 他们分别是刘峰 刘缠 刘勇 刘李 接下来我们再来解释一下 为何刘备有四个儿子可选 最终却传位给了资质平平的刘缠 一 刘缠背后的势力支持 刘备集团入主益州 刘备集团是外来势力 而外来势力要想站稳脚跟 一方面是需要和本土势力合作 另一方面则是需要压制本土势力 不能让他们爬到最顶端 否则外来势力会被驱逐出去 所以说 刘备集团对于益州本土集团的策略 一直都是又打压又拉拢 恩威并失 刘备的四个儿子中刘峰是养子 早就被扔进了军队 远离了朝堂 远离了权力中枢 所以大家都不看好他 为了防止生乱 刘备在临死前还专门处死了刘峰 接下来的刘勇 刘李两人 是刘备入主益州之后所生 刘勇 刘李的母亲应该就是益州人 他们背后的势力是益州本土势力 最后我们再来看刘缠 刘缠是甘夫人的儿子 严格来说 他也并非是刘备的嫡子 因为甘夫人并非刘备的正妻 但刘缠是刘备的第一个亲生儿子 且之前的养子被扔进了军队 远离了权力核心 所以大家其实都心照顾宣的认为 刘缠才是刘备看重的继承人 而且刘备还让诸葛亮这种大才去培养刘缠 足见他对刘缠是多么的看重 既然长期以来 刘缠得到的资源倾斜都是多于其他人 且他又是荆州出身的 和荆州集团有千丝万缕的关系 所以刘备集团的那些功勋元老 自然是任刘缠为主了 刘备带来的荆州集团进入益州 对益州本土势力采取的策略一直是又拉又打 只有这样他们才能保持着长久的统治地位 所以荆州集团肯定会选择一个感情倾向于荆州派的主公 而不是一个感情倾向于益州派的主公 二 刘备不敢费长利诱 自古以来费长利诱都是取乱之道 强如曹操如此偏爱曹植 最终也不敢把位置传给曹植 为何 因为这就是取乱之道啊 要是他真敢传位给曹植 不仅曹丕会动手 估计曹家其他子弟也会动手 到时候天下将会大乱 除此之外 当年孙策临死前 为何不把位置传给自己的儿子 反而传给自己的弟弟孙权 这其实也是刘备传位给刘缠的原因 传位给幼子 他根本不可能真正的掌握权力 小皇帝很可能被有心之人架空 到时候等待皇帝的不是做傀儡就是被杀戮 孙策传位给孙权 正是害怕儿子太小掌控不了大局 最终连累整个孙家遭殃 刘备去世的时候是张吾三年 此时的刘缠已经17岁了 虽然还未成年 但勉强能够处理国事了 所以从年纪上来看 当时的刘备只能传位于刘缠 三 刘缠并不是昏君 在大多数人的心目中 刘缠就是扶不起的阿斗 洛布斯署简直把他的观众缘给败光了 所以大家对刘缠的印象历来都是不好的 总是拿刘缠的例子来教育后人 然而大家有没有想过 历史是由成功者书写的 真实的刘缠很可能没有那么混用 在分析刘缠为何资质并不平庸时 我们不妨先思考一下这两个问题 三国君主共十多个 谁是当皇帝时间最长的 蜀汉后期 众人都不支持打仗 为何姜缠仍然能够一次次的推动北伐 这两个问题的答案其实非常简单 三国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是刘缠 支持姜缠第一次北伐的皇帝也是刘缠 看到这里 各位会不会对刘缠有所改观 一个皇帝如果没有足够的理政能力 他是不可能掌握好一个国家的 不可能坐稳皇位的 无论是外部的敌人还是内部的斗争 对于一个皇帝的能力来说 都是非常大的考验 但看刘缠的在位时间 其实就足以证明 他绝不是扶不起的阿斗 刘缠在位期间 大大小小的北伐有十多次 有谁见过如此支持北伐的一州君主 诸葛亮北伐 江维北伐 背后的实际支持者都是刘缠 除了上面两点证据 我们再来看刘备和诸葛亮对刘缠的评价 诸葛亮对刘缠的评价是 年方十八天资人敏爱德下世 而且为了拥立刘缠 诸葛亮竟然狠心建议刘备处死刘锋 可见在诸葛亮看来 刘缠比刘锋更为厉害 更适合培养做皇帝 刘备原本忠义刘锋 结果后来他直接把刘锋扔到军中 改立刘缠为继承人 为了有利于刘缠的统治 他宁愿逼死刘缠 这足以证明刘备是多么的看好刘缠 从诸葛亮和刘备对刘缠的栽培 刘缠后继的表现来看 他绝不是一个庸禄之辈 蜀汉的灭亡最主要的原因 其实是国力差距太大了 蜀汉根本不是卫国的对手 就算是换个更厉害的君主来顶替刘缠 蜀汉也不可避免灭亡的结局 至于后继的勒布斯蜀 本文更加倾向于刘缠是故意而为 目的是为了活下去 同时告诫蜀汉其他人员 不要再反抗了 刘缠不想再死人了 大家普遍认为 刘缠婚拥无能 忽略了他的才能 而这种看法其实是有失偏颇的 对此 你是怎么看待的呢 如果您觉得本期节目还不错 请您别忘了 按一下屏幕右下角的订阅按钮和小铃灯 方便下次给您带来更加精彩的节目 非常感谢您的支持 下期节目我们再见